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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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就数你最笨 这么大的还不会自己捉 还张着嘴巴等着我喂 来 咦 这个聪明一点 知道自己吃了 朋友们一定很奇怪 之前是两只被鸟 现在怎么有四只 这个家伙突然跑过来 给它们全部吓飞了 给它喂饱 喂饱了你不要在这捣烂了 好 这么大一坨被它一个人吃了 飞走了 飞对面大树上去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 这个短尾巴的就是刚刚最笨的那一只 它有点怕我 手一去飞到下面去了 哎呀 都飞手机上来了 好 它们又飞上来了 站好站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间这一只最后飞过来的 应该是我们第二次在犹太地捡的 和那个刚刚比较笨的那只 它们两个是一起的 这种被鸟特别喜欢在犹太地里面作物 所以每年犹太收割的捡就会碰到特别多 还有就是黄藤鸟 因为和之前捡的这两只被鸟是一个品种 所以就损略掉了喂食的过程 跟那两只现在差不多到了 我决定给它们放在一起 有意思 它们两个还在互相锁食 这个刚刚是从那个嘴巴里面抢过来的 好像有点大了 这个好像小一点 那个知道自己啄 这个就一直张着嘴巴尬尬尬尬的等着喂 来站地上我给你弄一下 太大了 它还抓蚂蚁 现在都长得差不多 我都有点分辨不了了 这只没吃饱 它还不肯走 来 又弄了一点 它要喂 你还要 给你 吃饱的瞬间就安静了 去吧